查尔斯·萨尔瓦多 查尔斯这一次从游举抢来的钱只有26英镑 监狱中的查尔斯也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暴力 他刚进监狱不久 就因狱油往他脸上哭泣 而将人打残了 接下来 他更是因为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殴打狱油 搞得监狱里的犯人 看见他就想懂 他也由于一次次的暴力行为 而被延长刑期 最终由七年有期徒刑 变成了终身监禁 如今的查尔斯已经65岁 但因为喜欢健身 他看起来依然非常强壮 在坐牢的43年时间里 他换过120个监狱 因太过暴力 被单独关押了30多年 不过 就是这样一个暴力罪犯 却又因为善良文明事件 与众的查尔斯写过一本书 书里充满童真的插画 也都是他亲手画的 而买书卖画的钱 又全部被他捐给了有需要的人 此外 他还经常鼓励身处困境中的小朋友 除了卷助外 他也会写信或画画给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查尔斯逐渐被英国民众知晓 他的故事被改变成电影 另外 英雄联盟游戏中 布隆这一英雄的原型 就是他了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 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奖状即可观看